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競技團 我是黃嘉芊 在今天的節目一開始還是要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有開運金錢掛 這個金錢掛呢 要這個準備什麼東西呢 就是非常的簡單 一塊錢 五塊錢 十塊錢 還有二十塊 二十塊錢 還有五十塊錢 只要準備好等一下就可以進我們的開運金錢掛了 你要大家準備這麼多錢啊 不要隨便一個人可以 好不好 你容易成為別人性幻想的對象嗎 今天星座排行榜告訴你喔 也是很會放天的那種 而且是讓你好像都會騷到你養醋 是剛剛好 讓你看得到吃不到 我們就張子儀 對 很會放天吧 好會喔 你的嘴巴比人強啦 今天面相分析告訴你 你有沒有靠說話吃飯的能力喔 就是眼睛不要陷下去 像外國人他眼睛會陷下去 對 比較深邃的感覺 可是這個演藝人員或者說講話的人 他這個等一下比較便宜 我們看一下像藍心眉啦 心眉姐 對 桃子啦 小S 說話神經比較發達 或者反應非常的快 像這樣子的話 他也滿適合走這一行飯來吃的喔 線民密碼要告訴你容易成為哪一種職場精英 他不管在各行各業 他容易秀他自己 容易讓人家被接受 所以這種人在工作上面比較有名氣 你們兩個都中了耶 大華除了在專業以外 你的升遷可能更快 真的喔 你是屬於中高階主管型的 哇 權力會比較強 會不會飛黑 我把這一錄下來 然後給老闆看 會不會 還要告訴你時髦的家具 對風水以及運勢的影響到底有哪些 另外開運金錢掛要預知你七月份工作突出的指數有多高 千萬不要走開喔 不過呢 今天在節目裡面還是要跟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傳播業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所有的新興學子呢 非常熱門的一個行業 每一個人填這個志願就說 我要去當傳播業的這個頂尖者了喔 那這個行業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一個這個 新鮮事 到底這個樂趣在哪裡 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探討 這探討的同時一定要找專家來 這個專家也是在傳播業的頂尖高手 兩位大主播啦 好好介紹一下 一位是這個李大華先生 另外一位是孔懷孫小姐 好 好 兩位今天是主播來到我們的節目 紅壁深規耶 如果是你們從小的夢想嗎 當主播 這個小軒來先說一下 還好耶 其實我從小從來沒想過要當主播 倒是比較想當偵探 真的嗎 對 因為妳喜歡當那個推理師嗎 從小就看福爾摩斯長大的嘛 就覺得說 亞森 羅平妳有沒有看過 大有啊 就覺得說小軒人是 當幻想的雙魚座 對 想當偵探 妳小時候有看過那些 所以妳就長大希望可以當偵探 但是好像沒有這麼一個偵探 這樣的一個戲讓我去唸 所以我就唸新聞戲 然後就這樣子開始 超絲剝繭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東西很有趣 然後就想要一直去探索 那大謊 其實我覺得新聞主播 或者新聞記者這個工作 它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 反而沒有距離的 有時候有 因為我在學校有時候有上課教訓 我們學生就問說 老師到底什麼樣的人 能夠當主播 或能夠當自己的什麼特質 對 好說其實大家可能都有機會 包括喜歡睡覺的 我們工作時間很長 對 所以說一定要體力很好 然後要愛發問 愛胡思亂想 你會問嘛 然後你會聯想 對 那抗壓性要不要很強 因為完全都是直接現場直播的 對 抗壓性就是說 你要興趣廣泛各方面 所以說新聞其實跟一般生活的事情 都非常貼近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過的生活 太過單一的話 你可能就會不去想到 其他層面的事情 我覺得好像那是別人的事情 對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包括說 好像是不是涉獵廣泛啦 是不是聯想力啦 是不是抗壓性啦 都可能會受到考驗 所以我覺得其實新聞 包括記者 主播 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工作 那如果主播跑過新聞的話 能夠從新聞的角度來思考 然後從人性化角度來發問 來傳遞 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都講到說 有關於這個辛苦方面的 對不對 就是比較累的 比較花腦筋的 可是他樂趣到底在哪裡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因為他很有興趣 那他到底這個主播的樂趣 到底在哪裡 因為我們真的只是有看到說 他非常辛苦在寫稿啦 或者是要講很多很多的話 那又坐在那邊 然後可能下半身 也沒有穿什麼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下半身可能就是 你以為他會是 開運進行程度的老師嗎 對 就比較不會顧到 下半身的部分 可是你知道通常我們都會覺得說 他樂趣到底是在哪裡 其實在主播台上的感覺 就是說傳遞訊息 傳遞訊息要準確跟快速 你所獲得一個成就感 在當時的時候 就像剛才懷賢講說 是不是播完之後就已經退嫁了 那上去是不是就已經起嫁 那種感覺了 就是說是不是被附身了 那事實上是 不是被任何的一個人的名詞 或者怎麼樣附身 而是說一種新聞感 對 新聞感就是第一個新聞這種節奏 Tempo要很快 第二個新聞要有互動 就是說你要想說 我不但是一個主播 我不但是一個記者 我還是一個觀眾 這個時候我最想知道什麼 對 獲得互動的感覺 那有時候我們現在看到 有電話投票怎麼樣 那也是一個很直接的互動 所以再來就是新聞的深度 是不是 它太深了 你講出來大家可能不了解 所以你要非常口語化 口語化 對 而且新聞 電視新聞或廣播新聞 電子新聞 它的每一句話 又非常的短 要簡短 那報紙可以一句豪長 什麼的 什麼的 那電視新聞可能沒辦法 所以你要切短它的邏輯 快速 然後有互動的方式 然後馬上要傳遞出去 所以你在每一則新聞 你都可以做到 這樣子的自我要求的話 那你播一小時 兩小時下來 因為非常有成就感 是因為成就感而帶來的一些樂趣 當然很多朋友一直想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做傳播業 因為太多人很想做傳播業 不管是這個電子方面 或是這個平面方面 到底你適不適合 就趕快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唐老師 到底什麼樣新作的人 適合做傳播業了 那太陽跟金星 這兩顆星都要參考 那淮宣的太陽是雙魚座 金星是在水瓶座 那大華是太陽 金星都在天蠍座 真的喔 厚厚厚 厚厚 對 很有意思 就是你聽一些性格比較強一點 對 不過太陽金星 合相當然另當別論 比如說長得又晒一點啦 之類的 曹老師今天沒看眼笑呢 好興奮耶 對 性快想對上應該是 好不容易有年紀差不多的 那個對象的事情 第五名 太陽金星落在哪裡呢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摩羯座 我們的製作人 很適合做傳播業 摩羯座是因為呢 他是一個不怕苦的一個人 性格 那其實傳播業是非常辛苦的 對 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你看到可能光鮮亮麗的一部分 就像我們對主播有好奇 可是你都不曉得 他們脫下高跟鞋 脫下西裝跑新聞的時候 一樣是揮喊如雨 所以沒有摩羯座的吃苦耐勞 是成不了事的 而且摩羯座也比較務實一點 在處理事情 然後他會秉公處理 還有呢 你不要看摩羯座 好像悶悶的 可是事實上 他們內心很騷包 他們非常想要接觸 最先進的知識或行業 或者是流行的資訊 那這個行業呢 就會讓他認識很多這樣的人 他覺得這個環境 就可以讓他自己更進步 而不是死板板的 因為他自己覺得 自己沒有什麼創造性 那還不如跟著一群 很有創造性的夥伴 他也可以學習成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名是誰呢 潘洋 金星 如果落在 射手座的話 也很適合從事長 是因為他跑來跑去嗎 跳來跳去的原因 其實很多射手座 他看不慣流氓 可是呢 他又不甘於只做白盜 因為白盜好像要當正人君子 那個實在是不符合 他的狹義精神 所以最好呢 他手中有一把上方寶劍 傳播就是他的上方寶劍 好 撐住啊 好 你可以這樣子啊 那我不要告你 我直接讓你上報 射手座會覺得 這種感覺很爽 所以他會因為這樣而迷上 傳播這個行業 而且射手座的人 滿仔細 滿細心的 所以我們在傳播業 最有名的射手座主播 就是方念華 他公信力就很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 太陽 金星 如果落在 水瓶座的話 那環軒的金星 在水瓶座 對 水瓶座的人呢 他是比較關心 社會福祉類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他覺得 他雖然在報導一些 這種比較社會黑暗面 等等之類的 可是他心裡想的是說 如果這樣爆出去 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可以讓大家一點一點的 來關心這個事情的話 他就覺得很值得了 所以水瓶座通常都是 對自己的事不怎麼熱心 但是對別人的事 就是很有感覺 而且水瓶座 他很渴望 扣緊時代的脈動 所以他們不一定要當尖兵 其實水瓶座的人 滿淡薄名利的 他對於那個時尚的敏銳度 對於流行的敏銳度 再加上他自己很願意退居幕後 或者目前幕後都可以的 這種性格呢 水瓶座就會在傳播業裡面 存活很久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大花的 天蟹座 好 天蟹座呢 是有這個很強很強的 嗅覺和敏銳度 知道話題在哪裡 對 我舉兩個例子 張小卿小姐 王偉忠先生 對 都是天蟹座的代表 他們真的對於那種話題性 還有現在就是非常流行的 一些這個議題有沒有 他們馬上就嗅覺到 馬上就可以做 所以很多天蟹座 做著做著 他就會變成 幕後工作者 因為他對於那種 我剛剛講的主題的訂定 還有這個深度的追蹤 他都是比較擅長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前線兼兵了 第一名就是前線兼兵了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嘉圈的 雙子座的話 雙子座 是 你真的很適合 除了你還有很多人 你也都是雙子座 就是像那個 瓜哥也是雙子 所以我說你們是一線兼兵 首先雙子這個性格 就是他在詹心璇裡面 本來就是跟這個 傳播有關的第三宮 就是他們不怕人 也不怕跟陌生人接觸 那對新鮮好玩 多樣性的話題 他們更是非常的擅長 非常能夠掌握 然後也可能機智應對 這樣的人格特質呢 就是說他私底下 可能性格是害羞的 但在工作上 他們卻表現出來就是 如果不夠有新鮮感 他就不想要做 那這種性格 他最適合傳播業了 所以這五個星座的人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這裡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進傳播業 所以你看 其實當這個主播 也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在這個口條方面 還有這個說話方式 對不對 你在想話 講話 講話 有沒有曾經在主播台上 鬧過什麼一些笑話 什麼之類的 笑話 對 就是會吐嘴 就是講一個什麼 會吐嘴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不肯先講 好 那我來挑一個 好 大華哥一起說 所以有時候在主播 因為新聞就是說 它的時間非常寶貴 對不對 你看新聞的廣告秒數 很短而且很貴 所以換句話講 新聞就是要在最短時間之內 告訴你最多事情的 這個工作 所以講話就是想說 怎麼樣能精簡 然後就是說 用一些成語啦 那有時候會用錯 尤其不是很大錯 但覺得很好笑 好比說端午節快到了 對 可能是下個禮拜 端午節現在指日可待 他指日期間就到了 而且還機會不多 端午節機會差不多 就類似這樣這樣子的笑話 有時候講完自己 就直接就笑出來 那小萱呢 你有 其實說錯話 或者是說這個 不小心講錯了 直一時 那大部分都還好 到時我在攝影公司 碰到一個很糗很糗的事情 就是我播新聞 播到最後 我們導播已經問我說 你臉上有一顆痣嗎 我就說 沒有啊 沒有沒有痣 可是說他 可是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在你臉上跑來跑去 有一詞昌雲 在我播新聞的時候 停在我的臉上 然後慢慢地爬爬爬爬 在我講完最後一個字的時候 他前腳已經踏到了鼻孔 真的 非常可怕 但是我還是把我的新聞播完了 然後等到我播完以後 我就跟他快走 而且我曾經真的又看過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主播 然後他就直接在這個新聞台前 他就講說 今天早上木柵動物園送來兩隻 貓 熊領領 貓 熊彎彎 然後我就心想說 貓 有什麼好抱的 而且還幫牠冠姓喔 而且還姓熊 我想要請一下貓 可是牠又姓熊 我就心想說 貓有什麼好看的啊 我家有養兩隻貓啊 我就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牠是熊嘛 對 牠說貓 熊領領 貓 熊彎彎 應該是這樣 應該真的很好笑 不好這種 我那時候我真的活生生看牠講 貓 熊領領 貓 熊彎彎 我想 怎麼回事啊 其實這個 有時候這個主播 牠真的就是在靠說話 對不對 牠就是在靠說話吃飯啦 對不對 而且牠每個人在講話的方式 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所以趕快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黃老師 到底什麼樣的手面相的人 牠都是靠說話來吃飯的啦 那既然說要靠說話吃飯 就是用嘴巴吃飯的人 嘴巴一定要長得很好 所以這種長相的特色 第一項應該是嘴巴就長得漂亮 嘴巴的口型沒 然後嘴唇不要太薄 那這裡有一張圖 當然是一個象徵性的 就是說你看這個嘴角 有略略的上揚 我們看一下 大華跟小萱都有 牠嘴角就是這樣 略略的這樣翹起來 往上翹起來 對 嘴角滿漂亮的 那麼這一條線就不一定 突然這一條線 甚至有的會起伏的 例如說蔡康勇 甚至這個有點彎曲的 就是嘴巴 牠能夠講得很得體的話 聽起來很好聽 這是第一項 就嘴巴 第二項呢 人中聲明 人中就是指這一個 這兩條線 這個 人中代表節制 你會拿捏得很好 這個話該講 還是不該講 會不會得罪人 不會得罪人 那這個人中很清楚 例如說唐老師 這個人中就滿清楚的 對 或者侯佩 侯佩晨也是 侯佩晨 對 這個人中都是滿清楚的 第三個就是 眉眼舒展 就是眉毛眼睛之間 不要擠在一起 閉在一起 就比較飛開了 對的 比如比較 我們在講 因為您講話吃飯 一定要觀眾群眾喜歡 那觀眾群眾喜歡的話 這個展開的話比較好 例如說這個 大華跟小璇都是 你看他們兩個眉毛之間 滿開的 對耶 這是印堂的部分 大華哥你好開喔 開心嘛 真的太開了 也代表心胸寬大 對 你比一般人寬很多耶 所以等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眼睛不要陷下去 像外國人 他眼睛會陷下去 對 比較深邃的感覺 可是這個演藝人員 或者說講話的人 他這個比較平 我們看一下 像藍心眉啦 心眉姐 桃子啦 小S 你看他都滿平的 就不要這個眼珠子 往內 因為突出來的呢 我們講他縮化神經 縮化神經就在眼珠子後面 縮化神經比較發達 或者反應非常的快 像這樣子的話 他也滿適合 做這一行飯來吃的 好 最後是 外表要進俏 那外表進俏 這個是基本條件 一定是加分的啦 這是加分的 尤其如果說眼睛能夠 帶點桃花眼更好 因為就是會人啊 喜歡 我們所有的桃花眼 並不是說一定要 特定的對象喜歡 就是讓觀眾 群眾喜歡 這個小萱跟唐老師都有 他們兩個的眼睛 都帶點桃花眼 所以這個都是蠻 屬於蠻適合做正宏飯的 所以在這個完美的狀況下 當然每個人看到他們 又帥又漂亮 又會講話又非常符合邏輯 什麼的 所以大家對你們的一些想法 一定是 常常都會男生看到女孩子 或是女生看到主播又那麼帥 一定會有很多的一些幻想 尤其是性幻想 對不對 像我們這個唐老師 就直接性幻想對象 就是我們的大華哥了啦 對不對 那大華哥 我覺得應該是全華人 都應該知道 應該一定要讓大家知道的 對不對 那大華哥跟這個小萱 你們曾經有沒有這個 性幻想的對象 那其實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也做很多事情 都是非常緊湊 非常實際 然後發聲 然後去做報導 林士玲怎麼樣 林志玲 林志玲啊 她身材很好 很高挑嘛 對 有在午夜夢迴想過她嗎 林志玲 其實 我們最近做的政治性比較多 你現在比較少 真的主播好厲害喔 主播真的是套不出話來耶 厲害喔 就是氣死我了 所以我們再問另外一個好了 有沒有曾經碰過那種瘋狂Fancy 就是那種就追求你們 然後追求到你們就... 每天就在樓下等你們 然後你一下班就碰到她 去到哪就碰到她們的 有沒有曾經碰過 小薰有沒有碰過這種瘋狂Fancy 我們的公司因為 很注意這件事情 只要有任何人 他在這個訪客名單上面寫了我們的名字 他們會問的 把他身家完全調查清楚 然後就清清白白乾淨的人 才會踏進我們公司裡面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安全是受到很大的保護 尤其是我們女孩子 有時候是很早要上班 很晚才下班 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們公司其實做了非常好的保全 對 因為我們曾經看過 真的是有很多瘋狂的有沒有 就是追不到愛不到 然後就是例如那個菜食品有沒有 就直接出門就給她一個頭有沒有 就莫名其妙就是天外飛來一筆 一筆莫名其妙的傷口 那你們曾經碰過這種很恐怖的大華哥 我還沒有碰過啦 那我是覺得說常常有的時候 好心可能未必是有好抱 也就是說在我們接觸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也算是對公眾方面 對 大家都會看得到 那看到就會有時候就沒有辦法去阻止別人 誰會對自己有什麼想法 但她總會有一步一步的接觸 也是談她也想說 到底想得準不準對不對 對 那就談話就會打電話進來 然後經過我們的總機層層過濾 她覺得她是學生或是有什麼問題想要請教 然後可以接進來 然後我就跟她談話 她會丟出一些她自己的問題來給我 那我就會在有限度的程度裡面 會幫她做一些分析或一些建議 那再多話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那不是我能夠幫上忙的 但是如果說真的比較好心 好像把第一次打電話說 只有打過幾次電話的一個 沒有見過的朋友 把她當成說自己身邊的朋友 幫她 take care 很多她自己的家務事或私事 那這時候當然是處於好心 但是她會覺得說你是一個依賴 那這時候主要有一天她打電話給你 你不在或你在錄影 或者說你可能很忙 我電話壞了 她會覺得說你對不起我 你不幫我了 你跟別人沒什麼兩樣 然後可能就會有些報復行動 攻擊你 對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大家都是在一個心存怎麼樣 善念或者說大家彼此為對方好的 生活底下建立起來一個 一種很平常的友誼關係 那有的時候也好像說 再做多一點的時候 可能自己要稍微考慮一下 真的 所以在這一部分 我就會比較拿捏分寸 這樣唐老師有知道嗎 剛剛在想 我想這個在這個分析方面 就是對這個大華哥比較衝動一點 應該只有這個唐老師 真的很多人都會想說 當然性幻想對象 性幻想對象 這是男生跟女生方面 所以趕快問一下我們這個 唐老師 從這個星座來看一下 這個容易成為這個 異性的性幻想對象的男女 到底是哪幾個星座 好 成為性幻想對象的男生女生 也不知道是喜還是悲 我們就參考一下囉 對 太陽驚心 男生的話 第三名是落在哪裡呢 蛇手座的男生 真的喔 為什麼 走陽光見美路線 而且超曝露的 揮灑汗水 對…比如黃仲坤先生 真的 真的耶 開著吉普社到山裡面去 弄一個什麼秘密基地 對 然後看起來就是也不會扶老 也不會任老 而且好像永遠活力充沛的樣子 像我們的飛哥也是啊 對 飛哥也是 到現在呢 節目還是很喜歡安排說 他跟哪個女生之間 有一點小曖昧 對… 事實上可能都沒有 可是他們就是好像 會設計一下 而且他的男性魅力 會是別人設計的重點 所以這些社會做的男生呢 是屬於那種外型 看起來就是好像 會讓人家覺得精力很充沛的 那種新幻想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出乎大家意料喔 太陽金星如果是落在 黃老師的金牛座的話 他是婦女同胞喔 剛才我送錢給他 有喔 偷偷塞錢 十奶殺手 對啊 十奶殺手 我塞錢給他 好多婦女同胞 好選我們的黃老師喔 好 其實呢 這個金牛座的 那個性感魅力呢 是來自於他的 他的 比如說可能氣質少 他比較直言不會 對 這個是想都想不到的 有時候也比較好像 狂妄驕傲一點 因為其實女生喜歡 男生這個樣子 狂妄跟驕傲 那有時候呢 金牛座的外型 就是比較討人喜歡 好 我舉幾個例子 當然你不要說康康跟九孔 好 我們還有兩個例子還不錯 對 詩益男呢 黃立鴻啊 對 對不對 然後就舉這兩個就好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令女生同胞 有性幻想的是誰呢 太陽金星如果是落在 天秤座的話 真的還強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是因為他帥嗎 還有天秤座很會方便 真的喔 對 你說古天肉喔 我不知道耶 他是 他是天秤座 他是天秤座 好 那資深偶像劉德華 對 還有我們的旅日偶像金城武 腳軟 對 那我們再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張震啊 張震也是 新一代的偶像 所以還有你說的古天樂等等 你知道天秤男 第一個 他們很有席 很有外型 他們通常都長得很斯文 可是他們會把自己弄得 好像很粗獷的樣子 很有男人味的樣子 那第二個呢 他真的是很懂得放電 比如說他們有女朋友 他也一定不會讓你知道 他永遠要維持那種 讓你很有幻想的狀態 對 真的 很容易讓男生有性幻想的女生 又是誰呢 第三名 太陽金星 小萱上榜了 如果是摩登 水瓶座 水瓶座 真的喔 水瓶座是 也是很會放電的那一種 而且是讓你好像 它會燒到你養處 養處 它是剛剛好 讓你看得到吃不到 靠近得了又摸不到的感覺 我舉幾個例子喔 太陽金星在水瓶座 譬如說張子儀 對 很會放電吧 好會喔 很會喔 那譬如說性感的女神楊思敏 對 還有我們的 這個經常有一些新聞上報的 通通都是水瓶座 真的耶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金星 如果是落在 抱歉這是女生不是男生 那就是 天蠍座 真的喔 這叫色不迷人人自明 真的耶 我舉兩個例子 年希磊 對 天欣 通通都是天蠍座 對耶 對啊 天蠍座的女生喔 有時候會有男孩子氣 比如說他們有一些帥性 自然不做作的一些帥真 他們可能是有一些 傻大姐的性格 可是男孩子就是 他也想要就是說 你不要把我當女生看 跟你稱兄道弟 或者講話跟你拍一下肩膀 什麼的 可是很奇怪 他們的外型 他們眼神 天蠍座的女生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男生就是看他 他就一副會流口水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的女生又是誰呢 這個也厲害吧 太陽晶星又是落在這個星座 天蠍座 天蠍座 所以天蠍男天蠍女同時 上我們榜上的第一名 這個很厲害耶 好 我們講天蠍座的女生有誰 像那個 大S 大S 李倩蓉 倩蓉 對 還有一位名是 飛龍在天的女主角 賈靜雯 怎麼說呢 第一個 她們態度還滿親切的 第二個呢 只要有男生在場的地方 天蠍座的女生就會 格外的有女人味 還有呢 她天生優雅 舉止動作都非常的女性化 那這一點呢 包括就是天蠍座 她自己謹記在心就是 女生呢 讓男生喜歡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跟方便 所以關於在男生面前 展露女性化的特質 這一點呢 她是不予餘力的 而且呢 永遠都是讓人家有一些可能性 譬如說 好啊 你約我 我就給你出去吃飯 好啊 好啊 一定可以的 對 所以男生就覺得更有可能了 從此對她就更關注 更注意了 當然她們成為男生 性化獎對象的機會 所以這幾個星座的太陽金星 都有機會 不過我們剛剛都有講到說 這個主播方面 那當然主播在職場上 算是那種 應該是非常中間分子 非常專業的部分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各個行業都有一些專間的 一些這個部分的一些分子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趕快從這個 我們的姓名密碼來看一下 問一下蒲夭老師 什麼樣子的姓名密碼 從容易成為這個 職場上的精英分子了 因為不管是這個主播啦 這是傳播業嘛 對不對 還有這個商業的 對不對 或是金融業的 有很多很多的行業 問一下我們的蒲夭老師了 好 我們來看 應成為職場基因的人 我們分為四種 好 那第一種叫做 工作上容易有名氣的人 他不管在各行各業 他容易秀他自己 容易讓人家被接受 所以這種人在工作上面 比較有名氣 我們先看怎麼樣的姓名密碼 請看 來 姓是立畫素 七畫 七畫的人 七畫例如 吳 李 宋 和 渡 神 呂 于 心 其他七畫也算數 那姓谷也是七畫 姓李也是七畫耶 那名字畫素相加 它一定要是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一 二十四 跟三十二畫 那兩位都中 都中了耶 你們兩個都中了耶 大華除了在專業以外 你的升遷可能更快 真的喔 你是屬於中高階主管型的 權力會比較強 我把這一錄下來 要給老闆看 真的耶 所以現在開始要發解你就是了 他是那個 會是長官類就對了 對 那像這種格局的 他在某方面的名氣特別強 比如我們像李敖大哥 李敖大哥 還有那個藝人迪英 李宗盛 還有香港影星吳孟達之類的 比較容易讓人家記住他 記住 對 觀眾朋友 如果您信式筆劃術 企劃你又叫做 玉娟 宜芳 惠君 或是大宗 建宏 俊傑 這些大宗話的名字 對 你就有名氣了 所以多展現你自己的自信 那你就會成功 好 那第二種呢 那就是職場專業技術掛帥的人 什麼叫專業技術 就是他學什麼東西都很精 然後很容易解決問題 那大家都需要他 不管你在演藝 在或是我們講製造業 不生產業這種格局特別多 這是技術方面的 對 技術包括演藝都有 這是不能沒有他的 來 我們來看 怎麼樣的信密碼 來 請看信式筆劃術 它是九化 例如獅 柯 喉 窯 江 胡 柳 狼 尾 其他九化也四代數 它名字畫術相加是14 15 18 20 26 跟29化 那我們有侯佩成 侯佩成 對 我們有佈掛 吳志雄 吳志雄 那施藝男也是 施藝男也是 施藝男也是嘛 對不對 它是技術方面很好 就它在工作上面 可以掌握到那個細節 那種我們所謂的精髓 不管你在演藝 或是你在主播 或是你在任何行業 這種都很棒 觀眾朋友 如果你信式筆劃術 剛好符合九化 你就叫做淑君 雅芳 家文 順旺或是明洪 俊森的這些 大眾化的名字 加油 你一定要專業技術 要學一個特長 學一個特長 你此生一定成功 來 第三種叫掌控權力 事業獨當一面的人 來 我們來看 信式筆劃術十化 十化例如是 馬 孫 高 唐 夏 秦 元 徐 翁 其他十化也算數 它名字畫術相加是12 20 26 27 跟30化 最具代表性王永慶 我們最有名氣 就是殷琴 對 他就這種格局了 來 第四種 就商場競爭 容易創造財富的人 我們常常講老王老王 來 我們來看 信式筆劃術四號 四號 四號例如王 方 孔 毛 哥 巴 牛 油 其他四號也算數 它名字畫術相加是11 12 18 20 跟23號 最具代表性王永慶 黃永在 還有我們的老闆王君 王君 是的 不過我們常常都講說 在工作方面 有一個事情是讓大家會 比較傷心的 而且比較有一些突賊的狀況 那就是緋聞 對不對 一些不好的新聞 可是有些人就很幸運 他一輩子可能都沾不到 他沾都沾不到 他要過來 因為他自制力很強 所以你要過來 他就自然走掉了 這種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趕快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永遠在這個緋聞 是當這個絕緣體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星座 第三名呢 這有分男女 這有分男女 對…第三名是男生 哪一個星座的男生呢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射手座的男生 真的喔 對 可是射手座不是很花嗎 可是你很少聽到它有什麼 就是你通常會聽到 花名在外 可是你取不出它的什麼 就花在哪 對 花在哪 這個很厲害耶 我告訴你 射手座像五月天 不是一堆射手座嗎 對…可是 怪獸啦 阿信啦 通通都是射手座 對耶 對 你就是… 就沒有 對 你就是列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形式非常的神秘 低調 低調 而且他很不喜歡 所以平常的時候 他如果發現你在注意他 他絕對是寧可 不動 寧可放過不動 他也不會去動了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 也是男生 男生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巨蟹做的男生 我舉個例子 誰 馬英九 不沾鍋 對 他真的耶 他真的可以做到不沾鍋 真的耶 沒有聽過耶 真的沒有聽過耶 我們再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比如說小哥 曾經有人跳出來指責他 可是他仍然是可以全身而退 而且至今形象良好 對 真的喔 巨蟹座就是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巨蟹座的男生 首先呢 他們是自我要求很高 而且他們非常的愛惜面子 那很多人都很愛面子 對 會為了面子成一時之快 或者是好 我跟你拚了 或幹嘛 可是巨蟹座不會搞這一套 他就是要清清白白的 很珍惜羽毛 對 很珍惜羽毛 那如果他非要做什麼 他也要做形象良好的事情 比如說像奇太哥 奇太哥 對 即使曾經有疊了一個大礁 可是再起來他要告訴你 怎麼要重整自己 在人格上怎麼重建 他寧可帶你走向陽面 所以巨蟹座在這個部分 當他覺得羽毛對他很重要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非常的珍惜 那這一生呢 就只能往聖人的方向走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誰呢 這個是女生 女生啊 太陽金星如果落在 金牛座的女生 真的 守口如瓶 真的啊 我們來舉個例好了 好 謝麗金是不是 謝麗金都沒有 對 謝麗金完全很少耶 幾乎零耶 對 好 張鈺燕 你有聽過 你能聽到的緋聞 那大概 就是很少 就是真的有的話 可是你真的從他嘴裡 問不出什麼東西來 對... 我是他同學 我還當過他室友 我都問不出來 你們哪問得出來 對 所以金牛座的女生 就是他保密房年的功夫 一等一 真的喔 有時候你也說不出來 他是答不出來 還是他根本不想說 總而言之 他太極功夫一流 不過呢 在這個風水方面 尤其是這個時髦的家具 對於這個風水 有什麼樣的影響 趕快來問一下黃老師 不要買錯了喔 我們今天要講一些 所謂時髦的家具 就是標新立義 以前沒有的 像復古的就很好 復古它這個中... 那古董呢 真正的古董我到時候是反對 真的嗎 比如說明朝清朝 這麼很久以前的東西 如果是... 尤其是那種床啦 對... 對... 或者沙發啦 你那是很舊的東西 可能有什麼... 骯髒的東西 對... 太陰涵了 我覺得那個不適宜 但是原來的形狀可以 因為人類嘛 你住了幾千年 幾百年幾千年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對... 我們講人有那種 和動物一樣 有這種潮的習性 那回到家裡 一定很安穩的地方 了解 那回過頭來 我們還是講這個 時髦的... 就是時髦的... 標新立義的家具 對於風水上有什麼影響 首先第一個就是... 常常看到的所謂的水床 水床 水床實際上很不好 在國外美國 好像每個人都好像就是 常常會睡到水床 除非是要求氣氛啦 一年來個一兩次 你每天在睡覺 這邊動那邊就一定晃 對... 這邊動那邊晃 就彼此干擾不能睡覺 會有影響 如果說在風水學來講的話 這個... 容易化身所謂的流產 就是... 它是互相動的 對... 就是... 反正我們睡覺的地方 不安穩的話 就得不到貴人 或者說他的事業都不忘的 下面幾項都是屬於這樣的 這個水床是因為洞 它會影響對方睡覺 這是很不好的床 對... 好 第二個就掀床 休閒的床能夠整個掀起來 對... 通常放棉被 然後再蓋起來 對... 這樣我們講床 跟我們每天住在一起 我們人有人的緣分 床有床的氣 能夠氣息相通 一定要安穩才好 你這可以掀的呢 就我自己所知道的例子 通常都沒有辦法懷孕 如果夫妻想要懷孕的話 這個床一定要避免 好 再來就是子母床 什麼叫子母床呢 就是本來有床 下面有一個床 再拉出來的 就是拉出來那種的 對...再拉出來的 這樣... 我們說床 床就是要穩定 對... 比如說這邊是... 不管是哥哥睡 弟弟睡 或者先生睡 太太睡 要兩個平行一樣大 對... 表示兩個人比較和睦相處 不可以一大一小 而且又代表不穩定 我一直強調 不穩定的床 這個就是沒有貴人 事業不會發 就是不好的 好... 再下去是上下鋪 這個學校是可以 是為了這個空間的關係 上下 宿舍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上面的人 他幾乎不能夠站 對... 他只能夠坐 就表示他的眼光會比較局促 坐視前面會比較容易心神不寧 那下面的人等於就是壓樑 對... 壓樑的話我們知道就是說 如果是年輕的女孩子 容易惹到爛桃花 也一樣他表示沒有花站 好... 再下去是吊扇 在這裡面大概最壞的 大概就是屬於這一個 吊扇 所謂是外國那種挑高 20公尺 10公尺的挑高的那種大客廳 50坪100坪的大客廳 可以才可能在那邊吊扇 但是台灣的所謂公寓也好 大樓也好 了不起2公尺3公尺 你加個吊扇下來 等一個大八卦在那樣 咚咚咚咚咚咚在轉 我們說這八卦是自煞的東西 我們人如果睡在下面 或者坐在下面 是承受不住的 好 下面是看到水晶的吊燈 水晶吊燈 我意思就是說那種垂下來 尖尖垂下來那種吊燈 也是在外國挑高的可以 挑高的可以 但是因為台灣有些人 有錢人他自己的屋頂 踩體三公尺高 四公尺高 他還弄一個跟人家 學一個那個垂下來 這像一個刀子一樣 這樣切下來 有的剛好在下面 就是睡覺的床 睡覺的床的話 這等於是一個尖刀刺下來 那這個容易發生的就是意外車禍 那如果在客廳的話 被刺到的也是很危險 好 在下面是 扶如形的桌面的辦公桌 就是我們的辦公桌 應該就是長方形的 不然正方形的也有 不要這種不規則型 辦公桌的寫愛正方形 而不是長方形一塊 一方面是空間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思考 思慮會錯誤 你在寫案子寫東西的時候 會影響你的錯誤 再下去就一定犯小人 你的桌子就是這樣 全辦公室如果說你來 雖然你是主管沒錯 你的主管來個這樣的桌子 我想應該很多的問題是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個趕快來進行 我們今天的這個開運金錢掛呢 我們今天要問一下 這個我們的濡洋老師 在七月份 我的工作會突成的指數有多高了 趕快來進行一下了 那觀眾朋友 同盤準備好 我們指兩次 當第一次是人頭 它就是正 當第一次是字的話 它就是反 好 所以我們指兩次 會有正正正反 反正反反四種 那我們就四種掛箱來看答案 好 心裡默念 我叫什麼名字 我要問 我七月份的工作 做指數會不會高 會不會低 會怎麼樣 然後想完了 你就開始指兩次 我們來看答案 開始 來 都已經好了嗎 你小訓好了嗎 好了 你第一個是什麼 先反再正 反正 好 那我們的大華哥 我也是反正 你也是反正 反反 反反 好 那我們的黃老師 我是正反 正反 正 正 請問我們的伯遠老師 也告訴大家 觀眾朋友 如果您第一次指的是人頭 就是正 那第二次指的還是人頭 就是正 那正正就屬於低種掛箱 你要問七月份工作 突槌的指數有多少 我們來看掛箱 好 工作出差錯 招人指責 小心一點 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在七月份做事 一定要非常小心 要不然不是你上司 就是同事會講你 這做不好 那做不好 真的喔 那突槌算比較高了 好 觀眾朋友 當您第一次指的是人頭 是正 那第二次您指的是 字就是反 好 屬於正反 第二個掛箱 好 那你要問七月份工作 突槌的指數 那我們來看掛箱的答案 跟我們黃老師一樣 好 請看 跟上司 與上司互動差 暗自幹掉 就是說你可能跟上司 跟上司溝通不了 然後你覺得說不爽而已 就只有這樣子 不爽而已 對 可是就是我啦 不是你上司 你們兩個都是 我沒有 我沒有 我還好 所以他的指數就40% 算是低了 OK啦 OK啦 你想一想我70% 好 觀眾朋友到您指的人 第一次是 字 那第二次是人頭 就反正 反正 你要問七月份工作突槌的指數 跟我們大華 跟我們淮宣一樣 對 請看 好 努力行耕耘 尚未回收 指數最低 百分之25而已 不錯 你們兩個真的是 其實你們兩個 根本就不用沾 對啊 那沾也是最低的 對啊 而且已經不會突槌了 拿一個牌子 可以躺到自己 不要 你最爛的 好 那接下來 趕快來看一下 好 觀眾朋友 當您指的銅牌 第一個是字 那第二個也是字 就屬於反反 好 掛上四 第四種 你要問七月份工作突槌的指數 我們來看答案 跟唐老師一樣 遇他人陷害 小人得志 準 真的耶 又來了 又來了 真的 真的 對 所以抓到這種現象的朋友 特別小心 都要得意忘形 工作低調一點 就不會有小人 要不然小人得志 起了要遇忘 就是一個提醒大家對不對 不過今天說實在真的非常好 謝謝這兩位大主播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來 謝謝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而且讓所有的學心 學生對不對 學心是什麼東西 對 精心學者 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傳播業的一些 也有一個奮鬥的目標 對 好不好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三位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你們 今天下半年 瑪格麗特和菲哥的緣分 就會來到了嗎 下半年什麼樣子的那個 星座的女生 遇到這個桃花 就是幫助她的貴人了 別人看到你的無限可能 覺得不鞭策你不行 可能你都覺得 我可能會做不到 我不要 但她會說 不會 你一定做得到 我可以教你 到時候 這個貴人跟你表白嗎 不是 而是 去跟那個貴人表白 如果會發生獵情的話 所以說不定是這個瑪格麗特 越久看菲哥 越看越現實